咖啡喝完了 但是觉得这个纸箱还不错 可以留给他们玩一下 猫咪喜欢掏球球 然后把这个纸箱 弄成一个掏球球的纸箱 好可以弄一个 弄一个 往一直在玩 球球 那我们现在就用尺子和笔 画出来我们想要切割掉的部分 标准就是猫咪的爪子能伸进去 但是又不是那么容易 把球球掏出来 除此以外呢 就没有别的标准 你可以多弄几个 也可以弄单个呢 好了 现在我们就画好了 用刀子把刚才我们画好的部位 切割一下 因为我没有美工刀 所以呢 只能将就一下 就是用普通的刀子 把它切割一下 虽然画得很完美 但是切的时候还是事以愿违啊 这个跟我的技术有很大的关系 好了 我们一个自制的涛涛乐就完成了 剩下的是把球球装进去 然后看猫咪玩不玩 我们家球球是出奇的多 所以呢 我们家球球的玩法呢 也要不断的更新 要不它们就腻了 这个球球球的直径呢 刚刚好 它能够放进去 但是呢 它不容易掏出来 也要不断的 那么 小萌萌 小萌萌太可爱了 小萌萌 你去哪里找来的 小萌萌 小萌萌 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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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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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噢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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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敌人太狡猾了 他的头大他已经把他咬出来了 这个敌人太狡猾了 这个敌人太狗猾了 这个敌人太狗猾了